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大选的方面 那当然我们是一直非常希望 而且一直尽量让大家都知道那些被神呼召的 而且他们在信仰方面非常非常坚定的候选人 让他们去到他们要竞选的岗位上面 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但是呢今天要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拿我们加州这边的一个实例 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了之后 让我们感觉到说哦真的很危险 而且尤其是对基督徒还有教会来讲 我们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非常认真思考的一个例子 那在这个加州有一个选区呢 在南加州最大的一片华人区 那在加州的这个里面被划分为是加州参议员的这个25区 那这个25区呢由于就是都是华人嘛 大家都知道就是西边的老华人区 像什么St Gabriel啊 Hambra啊 这个Montory Park啊 全都在里面 那么这一次呢在这个区里面竞选加州参议员席位 其实最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华人了 因为这一边就是华人区嘛 然后而且他这个选区呢 是对比国会议员的选区来讲 这个选区是赵美新的选区 就是朱迪琼 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 在这一区呢华人最多 然后大家基本上都是看脸投票 所以在这一次这个因为初选还没开始嘛 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些其他族裔的人 我觉得胜出的可能性是比较低了 基本上就民主党会一定会叫一个华人出来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那共和党这边呢就是Elizabeth 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介绍过 然后大家也都非常喜欢她的这样一个候选人 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下 这个区的选战 以及一些基督徒吧 还有这个基督教里面的领袖 对于这一次的选战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好的还是坏的 我们都可以来讨论一下 那有的朋友可能就会问 就是说这个问题你说还需要讨论吗 对不对 在初选了之后 你基本上就只剩一个民主党跟一个共和党 当然有可能是两个民主党 对 但是就是一般情况下来讲了 就是基本上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 那这个问题还需要讨论吗 对不对 这个你就是共和党 你就直接投共和党就好了嘛 那如果呢 这个对于一些对这个党派不是很熟悉的朋友 就是如果你要是支持共产主义 那你就是选民主党的候选人 如果你要说 我从中国出来 我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我不要再过以前那样的生活 我不想是在办什么事 然后我领个退休金 还要找人花钱 对吧 你不愿意再过那样的生活 那你可以有一个选择就是投票给共和党 但是在这里呢 先跟大家澄清一点 就是大家要知道 并不是说每一个共和党人都是OK的 我们是说那个你可以去投共和党 但并不是每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 都是超级一级棒 尤其是如果你要是基督徒 像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认为我们投票应该要更加谨慎一些 我们要对于这些候选人的支持 我们也要更加谨慎一点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认为在这个区里面 这个参议员最有可能出现的这个 以望于他是一个基督徒 然后我们之前也在一些场合里面有见到过他 对 见到过还蛮多次的 他在上面有一次在一个颁奖典礼上面 他就分享他的见证 一上面就说我是基督徒 然后呢我感谢神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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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对 我为耶稣来做见证 那其实呢在那样的场面 就是说如果其他人都是左派 或者都是民主党人 就是在一个没有什么人提到上帝 这样的场合里面 你会觉得说这人又是一个华人 然后他还是一个基督徒 他还出来为神做见证 你会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那当时我也觉得说 在这个场合里面 我觉得这个人还蛮特别的 因为没有人提到耶稣 但是他去一个那个颁奖的时候 他就讲到说 稍微讲了几句说 他自己的见证啊 他怎么遇见神啊 怎么怎么样 所以当时我觉得说 他在这方面是蛮勇敢的 可是后来上网查一下说 他居然是一个民主党人吗 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事就变得有点奇怪了 就是一个勇于在众人面前 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人 他是个民主党人吗 那当然你说作为基督徒来讲 你不应该把人分类 就说你是什么党派 你在政治上是什么立场 你是这个党派 你是那个党派 因为你是那个党派 我就不喜欢你等等的 我觉得是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看人了 可是这个时候呢 当我再去他的竞选网站 我看到他所有的竞选理念的话 对不起 我真的很难支持他 我也很难认为他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我第一次看他 我就觉得说我不可能会投票给他 投票没想到那么远 怎么会 你看一眼怎么会想到投票的事情 因为他那天那个在那边讲的时候 每一个人就在讲说见证嘛 然后那时候全部每一个在上面的那些 我也在上面 对你也在啊 然后呢 在那个台上他就说 就每一个人讲说 哦 政策各方面的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Evonne Yu就说了就是 I only have one thing to say I hate guns 哦是吗 对 然后我那时候一听我就 OK 你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哦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就是他 就是我不可能选他就对了 就是如果说我是这个选区的话 那但是呢 这个并不是说所有人 对这个事情都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认识 很多人就说 哎 这个人他是基督徒 哦 好好好 那我就赶快投他 就是不管是说他是什么党派 然后尤其又是华人 就哎 这华人基督徒 参政 然后又是个女的 说啊 好厉害 好厉害 怎么怎么样 那我们就赶快要帮助他们 那大家要非常清楚一点 如果你要是住在西区的话 如果你是住在这个选区里面 你是住在西边华人区的 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 牧者也好 教会也好 告诉大家 这个问题一定 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当然不是按照党派投票 但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 或者是你是住在这个选区的选民 我们一定要看这个人的理念 到底是什么 就是他脑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他想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 而不要被他外面所说的 我是基督徒啊 我是什么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 所以要投票给他 而且在这种比较敏感的时候了 就是这种每一个人都要拉选票 尤其你知道他是要竞选 这样一个席位的 如果他跟你的理念不符 他跟圣经的理念不符 不要给他机会让他去宣传他自己 不要在你自己的晚会上面 然后专门给他留一个地方 让他有机会去宣传他自己 如果他说的东西 你并不支持的话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跟Elizabeth 他们两个竞选同一个职位 两个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两个对比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一望 这些东西都是公开在他们的竞选网站上面 如果大家要是有兴趣 可以自己去看 那我在这里就是摘 从他那个这些问题里面摘了一些 就这个一望呢 我们一个个问题来看 首先是这个流浪汉的问题 加州流浪汉问题越来越严重 而且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有很多外州的流浪汉都说 加州流浪汉过得太好了 我们要赶快过来 所以有很多人跨州 从外州跑到加州来 就是因为加州对流浪汉实在是太好了 那么这个一望呢 他对这个流浪汉的问题怎么看 他说哎呀 这个流浪汉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呢 要建造更多的住房 给流浪汉住 这样不就没人流浪了吗 对 这个是很多民主党他们的官方的说法 对 就是很简单嘛 听起来也很简单 你没有地方住 我就盖一栋房子给你 让你去住 这样子你就有地方住了 对 那 不是因为你想从英文的角度来讲 也比较好理解嘛 叫homeless 对 就是家少 你这个家多了 他就变home了 他就不less了 反正 这样子一个解决方案是 每一个人都会讲的 你就算盖了那个房子 如果说不方便 没办法达到一个这个标准 这个在那个地方的话 没有办法一直给他们这些流浪汉 他们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他们如果没有生活机能的话 那个地方就是会是一个鬼城 最后他还是跑到你家楼下 跟你要钱 对啊 这个是每一个民主党的人 都会说的一个非常烂 非常糟糕 但是听起来很好听的一个东西 他们去盖一下房子 对 房子盖多了 每个人塞一套房子里面 他们的问题就解决了 yeah 以防地有这个东西 没办法解决任何事情 流浪汉还是会在你家楼下 yeah 我觉得就是 我看了他这个所有的政策 我就觉得说 他就是一个民主党人了 就他所有的 对于这些东西 基本上没有什么他个人的看见 都是民主党里面说 你就是看大多数民主党人怎么说 他也这么说了 我觉得他就是对这些问题 他也没有自己的思考 就是民主党就党怎么说 我就怎么说 那你说他真的有思考过 说怎么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吗 没有啊 Gavin Newsom天天天说 他在思考啊 要了你的钱 要了我的钱 年年税收增加一大堆 结果流浪汉越来越多 对吧 所以他们 民主党人出来这些东西 就是没有人会真的想去解决 这样一个问题 他们只是为了要往上爬而已 像这个伊汪玉 他本来现在就是 Mondre Park的市议员嘛 那对于像他们这种人怎么办呢 他接下来就要往上爬嘛 市议员 市议员完之后 我就参选那个 去年选那个加州controller 没选上 没选上之后 那我这回我就突然休息一次 是不是 我再选一个加州什么参议员 他们的目的都是这样的 就职业政客嘛 就这样的 就忽悠大众 让你听了好听 就是我能解决流浪汉 你选我 就听起来好听的 对 每一个人都以为说 这个样子的话 我又不用付出任何东西 然后呢 就可以有让流浪汉 有住的地方了 太好了 其实钱都是你在付的 对啊 那在经济方面 他怎么说呢 他说哎呀 他说我呀 作为一个这个参议员 是吧 这个这个以望呢 他将致力于投资基础设施 以实现现代化增强和加强我们的经济 这个说的好像 那个新闻联播的内容 以望将致力于投资基础设施 以实现现代化增强和加强我们的经济 从而为呢 整个深盖博股创造就业的机会 这都是他网站上 我直接那个copy下来的 然后他说呢 他还优先呢 考虑什么呢 就是职业培训 职业技术和贸易学校的项目 以确保这些人呢 能够获得所需要的技能跟知识 说白了就是从政府那边拿钱 建立政府的这种技校 政府的机构 然后去培训人 让他们去工作这个样子 然后呢 在这里讲说 这个以望将成为工薪家庭的斗士 保护工人的权利 并倡导适宜生活的工资 啥意思 就是他是for最低工资标准的 就是现在民主党不都是一直来倡导吗 对吧 就说哎呀 这个工资标准太低了 我们要把最低工资标准提高 他也是倡导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从刚才的这个经济这方面 我们至起码可以看出来两点 那第一点呢 就是他希望政府可以介入更多 对 他希望政府可以介入更多 而且增加很多的国有企业 比如说就像他说的 我们政府有一个绩效 我们政府开一个什么机构部门 然后去干嘛干嘛干嘛 还有一个就是他倡导工资标准的改革 其实这个方针 罗斯福新政的时候就已经全部都用过了 就是政府开一间公司 然后大家在那个地方 这个工作 然后呢政府在跟大公司的老板说 哎我要你提高工人的这个薪水 然后呢 呃你要增产 你要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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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你的这个利润不能高于多少 这个样子政府控制经济的一个模式 早就试过不知道几百次了 然后全部都失败 最后全部都是经济崩盘 然后最后永远都变成大萧条 所以说呃他这个方法 只是讲起来很好听而已 他会跟你说哦你的工资会提高哦 但是你可能不会有工作 因为当你的工资提高到老板不愿意付你的工资的时候 老板就不会付你工资 你就回去吃自己 你就会去加入他那个homeless里面 那个器材 然后政府还给你分个房子 对对对 然后你就会永远变成政府的奴隶 那这里呢 讲到一点哈 就是说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就像你刚才讲的 这样的话 这种计划永永远远都是失败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啊 就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说在洛杉矶这边是什么呢 在酒店里面啊 工作的这些人员哈 有可能是保洁 有可能保安等等等等 就是酒店类的这些人员 他们有工会 他们什么就抗议 就说我们工资太低了 我们要这个增强这个薪资标准 然后一帮人就拿着牌子就上街了 就说给我们涨工资啊 就是想要用政府的力量去压迫酒店 让酒店由于政府的施压 所以给员工涨工资 可是酒店怎么干了呢 酒店在这些人出去游行的时候 酒店哎 雇了一大堆的新人 当这人在回去说 哎 我怎么没工作了 雇了谁呢 雇了一堆非法移民 为什么 非法移民来了 非法移民才不嫌工资低呢 你给我口饭吃就行啊 这每个人呢 这这从那些边境来的南美洲的大麻 我告诉你老能干活的 一人手里揣个小麻布 咔咔咔咔 就给你这小桌擦的正亮啊 人家天天天在上面 给你换床带 给一块钱小费人高兴的不得了 他们说我们有什么要求呢 这工资已经相当相当的好了呀 我来了之后 我还能有工作 我还能好好干 那你说你对于老板来讲 老板喜欢什么样的员工 老板就喜欢说 好好给我干活的 满意现在的那个工资的 这样的员工 老板就喜欢 老板你说老板会喜欢说 我让你换个床单 都有五分钟的事 你给我搞了个十五分钟 换一趟床单 你上八趟厕所 然后你那个 在上班时间这样那样 你还跟我说 你嫌我工资低 所以在你去闹的这个时候 你这样一个行业 是有很多人可以替代你的 当你去闹 你对这个不满意的时候 老板会找那些不要闹 他们高高兴兴的人 进来上班 所以像他这样的政策 是永永远远失败的 而且现在这个失败 就正在上演当中 而且是很多老百姓 现在已经写进 他们现实生活里面的事情 那包括像一旺 他自己就是学经济的 你说我们说 这个东西 他不知道吗 他绝对知道 他一定知道 但他为什么要讲谎话 他为什么 好像装作自己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讲一个 让大家听起来好听的 因为老百姓不了解 他只要你选票就好了 他真的会在乎 说这些人的生死存亡 他真的会在意 大家有没有工作 他不会在意的 他要的只是选票 他要的是他自己的 一个成功的道路 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会说出一些 连他自己 根本都不相信的东西 还有一个 就是一个特别好笑的 接下来就是公共安全 大家都知道 现在在加州 公共安全非常的糟糕 这个很多 大家看到 在大华超市 很多超市 也不光是大华了 反正就是这种 plaza里面 很多华人的老头老太太 是不是 手里拎个什么包 结果就被 那种大小伙子 又打又抢劫 怎么样 到最后那个进医院 然后钱也没了 公共安全非常非常糟糕 但是呢 这个以望 他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呢 他说啊 这个公共安全很糟糕 为什么呢 是因为非法枪支 他说这个非法枪支 惹祸了 所以呢 我因为我不喜欢 非法枪支 我要这些非法枪支 远离开我们的社区 远离开这些 危险犯罪的手中 所以呢 那以望说了 我要强烈的支持 制定更严格的枪支安全法 包括在全国范围内 禁止攻击性的武器 更强有力的背景调查 以及更严格的红旗法 首先呢 我想说他想多了 他竞选一个加州的参议员 你还能管到什么 全国不全国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自己都已经说了 非法枪支 在非法罪犯的手里 然后他要立法去管这些人 人家都已经非法罪犯 持有非法枪支 他要是管你这个法律 他可能大概也不叫 非法枪支跟罪犯 这就是常常华人 被骗的一个方式 就是 他立了一个法 来管非法的人 这样子就 没有非法了 OK 法律不是这个样子运作的 当一个人不在乎 法律的时候 你立再多法律 他都不会理你 你立十条法 他不理你 他们不在乎犯不犯法 Yeah 就是因为这些法律 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的用处 他把这个就是这个 强而有力的背景调查 加州已经有全美国 最强而有力的背景调查了 然后最多枪击案的地方是哪里 就是在加州 加州已经是一个 很多武器都不能用的 很多枪你不能用 你手枪 很多其他州可以买得到 手枪你在加州是买不到的 我有很多东西 我想买 但是我买不到 为什么因为我住在家中 总而言之 他立了再多的这些 这个枪支管理法 他管到的只是我 跟你 这些普通的老百姓 我们这些合法的 我们守法的 我们在乎律法的 我们希望秩序 还有道德 在我们大街上的这些人 我们会失去保护我们自己的能力跟权力 然后呢 原本就要抢我们这些人 他会创造一个完美的一个方式 让这些人来攻击你 对就比如说 有这种非法的犯罪分子 持有非法枪支 然后他有200发的子弹 他拿着200发的子弹 他要去强劫你 他要去在这个商场里面扫射你 可是呢 我们这些合法的人对吧 因为一方域要立法 所以我们手里的手枪 只能有十发子弹 那当这个人 他跑到商场里面去扫射的时候 他要杀200个人的时候 你手里只有十发的子弹 请问你十发的子弹 怎么跟这样一个200发 甚至他能带的动 他2000发都可以带呀 因为他非法呀 他不管你的法律到底是什么 他只要买到 对吧 我有钱我就可以随便买 所以你是没有一个 办法去跟这样非法的人较量 你没有办法保护你自己 你没有办法保护你家里的人 你也没有办法保护在学校的小孩 一切只会让我们的公共安全 更加的不安全 而且把每一个人都置于死地之中 这个就是非常愚蠢 太愚蠢了 刚才我们讲到几个 没有一个特别有智慧的东西 不是非常愚蠢 但最好骗华人 华人是太好骗了 因为华人对这方面比较陌生了 比如说欧美的人 可能对枪支安全思考的比较多一些 你在中国本来是禁枪嘛 华人就不会对这些东西有考虑 除非这个事真的临到你身上 你可能会想说 我应该需要一支枪来保护我的家里 可能到了那种时候 大家才比较有一种醒悟的感觉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 就是基督徒非常非常在意的一个问题 就是生命权的问题 那这个以望瑜呢 他作为一个在众人面前 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 这样一个基督徒 他对这个生命的是怎么说的呢 在他自己的网站上 他这样写 他说生殖自由和正义 是不容谈判的 这个以望瑜呢 他保护和扩大 获得安全合法的堕胎护理 避孕和所有生殖保健的政策的 坚定的支持者 他强烈支持对于堕胎诊所 进行更多的投资 以增加妇女 还有所有加州人 获得优质 负担得起的堕胎机会 而且呢不光是这样 以望呢 还支持 欢迎来自其他州的 这个堕胎诊所 还有性别肯定护理 就是变性诊所 堕胎诊所跟性别诊所 从其他州来的 他都欢迎这些患者 还有这些医疗人员 来到加州投资 所以呢 他是强烈支持 所有的堕胎 一些民主党还稍微有点良心 还说 哎呦我拒绝这个晚期的堕胎 因为像什么八九个月 那小孩都是挺老大了 我 没有啊 他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 他强烈支持 所有的堕胎 而且他要对堕胎诊所 进行更多的 来自政府的投资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支持他的基督徒 OK 他会拿你的钱去 他会非常支持 而且他要立法 拿你的钱去送更多的钱 给这些堕胎诊所 让他们杀死更多的小孩 而且呢 他还欢迎外州的堕胎诊所 以及变性的诊所 还有医生来到加州里面投资 也就是说你可能 一开车出去五分钟时封 这儿一个堕胎诊所 那儿一个给小孩变性的诊所 所有的这些东西 他都非常欢迎来到加州 那你讲堕胎这个东西的话 可能有一些基督徒会觉得 我也支持堕胎啊 或者什么东西啊 我才不像福利亚跟Ethan两个人 这样子 就是一开始就不 只要是受精卵一成型 就那个 变性 OK 他支持变性 他支持全美国的人来到加州变性 他支持男女不分 他就是这个圣经上面 这个创世纪的 这个一男一女这个概念 他没有 而且现在变性人所 主要服务的人群是谁 主要服务的人群是小孩 就是未成年的 打青春期组织剂的 就是不要让你的身体 进行发育的这种东西 主要就是做这些 所以他是完全支持这种 左派所谓的自由这样的东西 对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基督教的教会 你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 你是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话 你看到这个样子的人 你就要告诉他说 你指他别的你这个假冒伪善的人 你太恶心了 你根本不能说你是基督徒 你支持的东西 你弄出来的政策 没有一个是符合圣经价值观的 男女你都可以不分 然后你可以要叫女人杀死他的小孩 然后说这是自由 这不是基督教 这是你的心理变态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他在教育方面怎么说呢 他说哎呀 这个公立学校啊 是不是 我们希望我们公立学校啊 名列前茅啊 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要给公立学校 更多更多的拨款 少了拨款啊 我们要雇更多更多的老师 而且呢 我们的学校必须要提供 安全支持 还有包容性的环境 这个包容性环境 要包容谁呢 他说所有的学生 包括像移民啊 英语学习者呀 LGBTQ啊 还有这个残疾人 所以他是非常支持LGBTQ这种东西 在学校里面 公立教育 那我知道各位 我们的观众 很多的父母都已经把 小孩从公立学校拿出来了 我们这个 给大家鼓鼓掌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而且非常非常有勇气 他是支持公立学校的 他是支持你的小孩 去外面被洗脑的 他是支持 然后会给你一堆那种 不是 他还嫌洗脑洗得不够呢 他还说你看公立学校钱少了 是不是 我们那些变态老师也太少了 我们要多顾一点人 对 呀 而且我想要讲一点 就是他跟我们的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他好像是Billionaire 啊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 我并不觉得说 他能够明白 像我们这样一个月 几千块钱工资的 人的生活 然后他也很难明白说 我们现在生活里面 到底在struggle什么 就是这些东西 你说什么地产税吗 什么加税吗 这个 这些对他来讲 他都不在乎 因为他太有钱了 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件事 所以你说 我真的能跟他找到什么共鸣吗 我们属灵的层面都不说 就是从 人生活在地上的这个角度来讲 我都实在觉得 我们生活的差距太大了 他不知道我在经历什么 他也没有办法体会 因为他太有钱了 那还有一个呢 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说在能源的方面 就是大家都知道 左派现在一直都在说 哎呀完了 这个地球人多受不了 是吧 这个环境太糟糕了 所以我们要杀死更多的人 这样保证我们地球上 不要有那么多人 而且我们现在用能源 用的太夸张了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气温也变热了 我们这个环境 怎么怎么样了 所以这个 以往他支持的是什么东西呢 他要禁止海上的石油钻碳 他就说 不要去钻更多的石油出来 那不要去钻更多的石油 然后同时要怎么样呢 同时也有在学校里面 要教这些小朋友环境教育 就告诉他们 哎 石油好坏哦 石油不好啊 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 我们为了保护环境 我们你最好用脚走路了 就是你都不要这样子 而且他呢鼓励人们说 你要开电车 你要乘坐公共交通 我觉得他讲这些东西啊 他自己到底有没有 就大脑有没有想过 他有没有看过这个网站呢 就别人给他做完之后 他有没有看说 上面到底写了什么 他应该有吧 因为他香港人嘛 所以说他就觉得说 香港那个样子很好 大家全部都搭公车 对那他为什么不搭公车 他为什么不搭公车 嗯 不知道 他像现在什么 到处忙竞选 你看他搭公轿车 你看他迟不迟到死 他一天能跑几个地方 跑一个地方 跑两个地方 对不对 你看看他到底是开什么车呢 他家有几台车 他都开什么车 他有做过几次公共交通吗 他知道地铁站的大门 朝哪里开吗 他知道现在去哪里 要做哪个线路 然后你要交多少钱吗 他知道公交卡去哪里办吗 就是自己都做不到的地方 然后他鼓励你们说 我开汽油车就好 对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像这样一些 这些政策或者立法 其实说实话 他如果真的到生活当中 民主党人也不想要 你把这些东西 你真的让以望于生活在他自己立的这个法里面吗 他自己都不想要 他自己都没有办法 所以这就是一个乌托邦的一个概念了 就是我讲出来很好听 对不对 我们为了这个环境好 我们为了社区安全 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一个能够实现 然后没有一个能真正帮助到人 更多的就是说画了个大饼 然后问你要更多的税 然后把钱拿走 不知道钱跑到哪里去 然后弄了个什么烂尾楼工程 什么乱七八糟的 也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然后他当选了 然后每一次出来就 你看那个怎么怎么样 我支持这个 我支持那个 然后他就不断的当选 不断的当选 这基本上就是他要的一个东西 那他在投票方面 他还支持什么 他说这个为了保护我们的民主 所以他要扩大投票权 扩大投票权 这听起来很可怕 因为他们好像蛮多人希望 非法移民也可以去投票的 所以他的扩大投票权 有可能是这个意思 还有就是要保障邮寄选票 他是非常支持邮寄选票 就是说邮寄选票 让更多人可以投票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邮寄选票 等等等等 所以他是不支持选举公正的 他是不愿意让人当天 像以前一样 当天你去投票站 然后你去投票 然后当天这个投票结果就出来 他是不要这个样子 他希望共产党可以派一堆人 然后一起一边 一个中国航空一下飞机 然后就开始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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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透完再回去吗 所以呢就像你刚才讲的 我们看就像我们节目啊 也采访这些候选人嘛 那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的知道 也很多候选人 尤其是快到大选的时候 会主动来联络我们 就说你可不可以采访 这个可不可以采访 那个 那我们要非常警惕的 就是这些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 他到底是不是真正 为神于神的 真正跟随耶稣的基督徒 我觉得如果要这样分辨 其实并不是特别困难 如果你要是真是基督徒的话 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 不要听这个人嘴巴说怎么样 我是基督徒 你不要听他讲两个见证啊 你就觉得哎呀 他真是认识神了 遇见神了 实在是太棒了 你就像这个Elizabeth 其实跟他的对比来讲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你会看到Elizabeth 他其实不是一个口才特别好的人 是 他不是一个那种 就是 伶牙历史 伶牙历史 然后浑身充满散发魅力的那种人 他其实不是 他是一个非常踏实 非常老实 而且很单纯的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你在接触他之后 你就会觉得说 他这个人基本上就是 你看到他这个样子 他就不太会那个装啊 会演啊 会怎么怎么样啊 就是这样 那大家如果要是要对他了解更多 或者是你不知道他是谁的话 请看我们之前对他采访的两集节目 你看完了之后 我相信你会对他有更多更多的了解 非常棒啊 快速讲一下 就是说他的这个政策都是什么啊 那对于生命方面来讲 人没有什么好说话 生命当然要尊重啊 生命就生命 我管你今天 你是一天 这么大 你还是那个80岁 我都觉得生命是尊重的 所以他就说 我认为生命是神圣的 还有呢 在教育的方面 他就说 非常实际的问题啊 就是加州在所有的学术领域 都处于是非常落后的状态啊 是吧 现在加州竟在搞什么LGBTQ 那孩子那个写作数学没有弄了 所以他说 在阅读还有写作算术 还有真正的 这个美国历史的方面 全部都落后了 所以他要努力的确保 我们孩子的教育的重点是最好的 而且能够反映出来 传统的家庭的价值观 还有在经济的方面呢 说的可实在了 他就说 我要努力的 让你们可以去自由发展 你们的家族的企业 不受政府的破坏性干预 我觉得这话说的 就是虽然短短一句话 但说的很实在 因为我们看到在COVID-19的时候 就是2020年 2019年 政府封锁的时候 有多少的家族企业 对吧 就是小本生意 就是因为政府的破坏性干预 所以导致人家多惨 赔了多少钱 对吧 就是这个样子 从事再也不再开了 没法开了 再也不能开了 你现在你说 现在想要开店的人 大家心里还怕不怕 怕怕政府再来一波 你现在偶尔又放出来一个什么 哎呀 那个新冠疫情又咋咋地了 这个病毒又变种了 那做生意的人天天提心吊胆 那就说 妈呀 你别再给我搞一次拉当 你再给我锁了 我这个生意本还没回来呢 我可怎么办 我还要赔一大堆的房租 对吧 还有呢 他在这里讲到公共安全的方面 他说 我相信美国呢 是根植于法治 那执法呢 对于保护每个人的人身和财产 不受罪犯的侵害至关重要 此外呢 公民拥有持有和携带武器的宪法权力 说得非常清楚 那流浪汉的问题 他就讲到说 这个说 我们一定要消除 就是让这些人流落街头的这样一个原因 无家可归的现象就会减少 为了解决 这个流浪汉的问题呢 如果政府要是征收更多的税款 只会让更多流浪汉 从外州来到加州 而不是让更多加州的人离开街头 所以总结一下 就是他是支持生命权 他是反对政府扩大税收 就是反对政府再从你的腰包里 拿更多的钱 他支持你保护自己的权利 而且他支持学校去做 学校该做的事情 不是洗脑教育 一天当然什么 你要变性啊 LGBT啊 什么什么什么 在乎 而是在乎 而是教育一些真正应该做 英文 数学 写作 自然科学 这些应该被教导的东西 他在乎的教育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学生 让他们可以有更可以帮助自己 还有帮助自己未来的这些工具 而不是那些洗脑的东西 嗯 对 好 所以呢 我们看完这两个 都说自己是基督徒的 候选人的这样一个对比 好 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 什么样的人是我们应该去支持的 什么样的人是我们不应该去支持的 如果一个人 他说我是民主党人 好 然后又说自己是基督徒 那这个人呢 应该马上就被你排除在外 你根本都不用考虑去支持他 因为这两个东西根本就是冲突的 我们不是说因为党派的问题 是因为民主党人 都不会支持生命了 就是民主党的人 基本上来讲 他都是完全支持堕胎的 所以像这样的人 你怎么又可以说自己是基督徒 这就是 他这个理念是完全对冲的 完全冲撞的 你只能是一个 或者是你是另一个 这两个东西不可能同时存在 那当这样两个东西同时存在的话 那就证明他有一个东西是假的 那通常被放弃掉的就是基督徒的身份 通常基督徒的身份只是一个掩护 为了要你的选票而已 但是其实他支持的是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这些职业政客 他们不管事情的对错也好 不管什么什么也好 这些都不是他们在乎的东西了 职业政客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坐上这个位子 然后赚钱 认识更多的人 捞更多的钱 然后再往更高的地方爬 这个是他们的职业 这个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而基督徒的身份 只是他们达到目的的其中一个手段而已 所以他们不是为了基督徒这样一个身份 或者不是为了神 当作一个重要的身份去生活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人的种族 语言 肤色去投票 这一旺呢 他如果从这个普通选民的角度来讲 他在竞选方面 他是有优势的 为什么 因为一个是就是华人 就好像就比较倾向于民主党 因为民主党倾向于非法 因为I don't know 我不知道这个 how does it work 但是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他语言方面 是比较有优势的 也就是说他可以讲三种语言 都讲得很流利 一个是他普通话 他普通话讲得很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可以讲广东话 他广东话讲得也很好 然后他英文讲得也很好 那像Elizabeth呢 Elizabeth他就是 他虽然是华人 但是呢 他是第五代华人 对 对 所以呢 他是讲英文为主 是这个样子 但是语言不应该成为任何的隔阂了 你管他讲英语 讲西班牙语 你不管他讲什么 他这个人 他脑袋里的东西是为了你好的 他脑袋里的思想意念 跟你是matched 对吧 所以这跟他嘴里说出来的话 就就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 好 所以呢 不要因为一个人的种族肤色 或者是 我俩是老乡儿 你知道我看到他一个支持会 来了一堆 那个香港的大爷大妈呀 支持啊 为啥呀 这我们香港孩子 他会讲广东话 他讲得好 那个Elizabeth也是那个香港人 广东人 他祖籍也是广东的 不过我想要说的最主要的东西 就是 我们不要 因为他的语言 还有各方面 只因为他是个移民 所以就投票给他 对 我在这边必须要讲就是 我们太多的人把 我们自己的身份 当成是我们投票的一个方式 这是完全错误的 Evan Yu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就是 他有很多的资源 嗯 全部 我们的华人这些东西 我们不认识Elizabeth的 我们不认识 我们觉得说 这个人跟我们比较近的 我们现在知道所有的这些华人的报纸 我敢保证1300也会这个样子 华语电视台也会这个样子 然后什么什么 世界日报 星岛世界日报 然后什么美国华人资讯网这些东西 华人工商 全部都会想要像Evan Yu这个样子的人 因为他们会得到好处 然后因为他们可以这个样子来 来扩张自己的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他们很简单的 就是他们Evan Yu在上面讲的东西 或许他们不需要上字幕 对 因为因为他 而且还有你知道吗 这里面有一层关系的事情 就是像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都特别需要这些媒体来报道他们 于是 他们都会跟媒体的关系处得很好了 那所以呢 在六月份的时候 我上网查 六月份的时候 这个Evan Yu呢 他有一次的筹款参会 筹款晚会 那谁是主持人呢 两个主持人啊 其中的一个 就是Judy Chu 赵美心的老公 五国庆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这些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怎么样 所以你也不奇怪 如果要是Judy Chu 用她的关系去找到这一些媒体 说你们要跟她认识啊 我们现在在捧她 她之后就是这边参议员了 对吧 我们在这边势力大得很啊 那大家都知道 赵美心啊 国会议员嘛 对不对 她只要一捧 她老公一捧 所有那些像什么那个方树墙 四十九区那个乱七八糟的 所有唏嘘的这一些 华人的这些极左的政客 只要都在一起的话 那他们就说 那这些媒体就是很乐意的去采访跟报道这些事情 对啊 然后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这边的媒体都会往这个方向去做 然后我们这边很多教会会被这个样子的人骗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做这期节目的一个目的 就是我们在这些选举里面非常需要西区的 也不光是西区了 其实她也有到东区 就她这一个选区是沿着210 从西边一直到东边这一条线来 我们非常需要教会的支持跟帮助 然后教会在这一次必须要起来说话 千万不要被以往这种所谓的基督徒骗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一些很大的机构 说哎呀我们跟这个以往是好朋友 所以就是说是谁我们就不说 但是一定要告诉大家 在神的面前一定要做正确的选择 不管这个人他跟你私下的关系是怎么样 他脑袋里的想法 他要做的事情是邪恶的 是不好的 当你跟这样的人是朋友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把他当朋友 那我觉得你有必要要跟他讲说 你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有这样的想法 你支持这些事情 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完全错误的 而且你是会惹神发怒的 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不要去触碰神的底线 在最后的时候会面临一个非常糟糕的经济 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你觉得说你跟他的关系没有那么好 就是我也讲不上这些话 我也懒得去说 请各位牧者牧长 不要去支持这样的候选人 离他远一点 你可以来支持Elizabeth 你可以来支持真正的基督徒的候选人 但是不要去支持这些邪恶想法的候选人 因为当你面对邪恶的时候 你默不作声 以及你没有任何行动去阻止 你都是支持邪恶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个时候 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也可以选择继续找借口 什么也不做 对吧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没有站在神的一边 而且我们选择帮助邪恶 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 要知道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年日是非常非常短暂的 我们总有一天要到神的面前去交账 所以要谨慎做每一个 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要谨慎做每一个选择 最后一个我加一点 就是常常基督徒在说的一个 这个厉害关系 就是那些是在上掌权者 所有的权柄都是神给的 所有的权柄都是神赐予的 所以说这些在上掌权的人呢 他们做得好 做得不好 这些东西 其实是神要他们去做的 神也使用尼布甲尼撒各方面的 这个是领导人 不是我们选出来的情况下 当我们是民主的一个情况 当我们在上掌权的 是我们决定的时候 你就要负责 神会找你要负责 因为是你把这些人选上去的 这些人不一定是神拣选的 而是我们这群人拣选的 我们要对这个事情负责 所以说如果你是个教会的话 你这次你看到有一个 真的是自称基督徒 但是他在做很坏的事情的 这个这样子的人的情况下 你有义务要出来说什么 有义务要出来指着这些错误的事情 发出声音 如果你跟这位Evan Hughes朋友的话 你要叫他认罪悔改 你要叫他不要去做 你要帮他祷告 你不是只是说 到时候你当选了之后 那个预算案 就多拨给我们一点 那我们这个 有颁奖典礼的时候 你记得要来这边 帮我们来颁奖 给我们一个certificate 到时候你就不是 Montory Park的什么city council 到时候你就是 加州的参议员 你要的不是这个 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 你如果是机构的话 你要的是神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可以来帮你出面的 或者捧你的机构的一个人 是啊 所以我知道大家都喜欢认识名人 对吧 大家也都愿意 因为一些面子的 还有这个名气的 这个东西去结识 还有吹捧一些人 那当然了 人就是人嘛 人的身上都带着罪性 很难有说这个一些教会啊 基督徒的领袖是吧 他们也愿意去搞这些事情了 哎呀 你看你是名牧啊 你有名了 我介绍这个人给你认识啊 那个人给你认识 你们好朋友等等 但是真的 就像我们讲的 不可以去支持这些 与圣经价值观不符的候选人 你喜欢跟名人结交 牧师有的也一样 基督徒有的也一样 尤其感觉自己 认识一些政界里的人啊 感觉自己非常的了不起 你看我上面有人呢 是吧 如果就像刚才一森讲的 你真的认为这些人是朋友 你必须有义务要告诉他 而且你一定要为他祷告 你要让他在神的面前回改 回转过来 因为他支持的东西是错误的 那如果你去支持这样的候选人 进到我们的政府机构里面 他支持的东西也是你支持的 你同意拿你自己的钱 去设立更多的堕胎诊所吗 你是同意这样的事情吗 你同意我们引进更多的非法移民吗 这些东西都是大大得罪神的 而且他的这些政策会让社会 还有百姓都陷入到非常糟糕的境地里面 所以好好运用我们手上可以发生的东西 好好去做一个天国的公民 应该在地上去做的事情 神已经把这个权柄交给我们 尤其我们在这一片自由的土地上面 你是有发生权 我是有发生权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代表神 来发出圣经的声音 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名气 或者是人情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都给捆绑 对吧 这个你的朋友 这些都不重要 没有这些东西没有任何一样 可以带你进入到天堂的大门里面 反而是这些东西会以后 让你在神的面前受到责备 神会拿这些事情招你来算账 所以不要被这些东西蒙蔽 好好的踏踏实实的 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这次一定要各位的帮忙 我们需要各位分享这个影片 我们真的需要 大家把这个影片传达出去 因为Evon You他有很多资源 他认识很多教会这些大佬 特别是华人教会各方面这个东西 哇那个筹款晚宴呢 刚一筹啊 筹了一下就15万呢 对 一晚上几个小时就进账15万 他不光是有一些教会方面的资源 对吧 教会啊牧师啊基督徒方面资源 他还有民主党那边 有的是的钱 然后他的资源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那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真的不是一个基督徒 只是他的行为跟基督徒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需要各位分享这个影片 把这个影片分享给所有的人看 传给你的牧师看 传给你这个机构负责人看 传给你身边的朋友看 因为很多的人会听1300的东西 1300是个大左派 很多人会弄这个华人资讯网这个东西 华人资讯网也是个大左派 很多的人会把这个这个什么华语电视台啊 各方面这东西 全部都当作是他们这边唯一的一个新闻的来源 我们这次要突破这个东西 我们这次要把AI news的这个影片 就影响我们的生活圈 影响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一区的政策的一个人 expose出来 然后把真正爱神的 真正我们认识的 真正跟我们有同样价值观的基督徒 放到我们的州议会里面 所以请大家分享这个影片 不要觉得说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一次我们面对的 真的就是一个哥利亚 而且是在教会界的哥利亚 在商界的哥利亚 在民主党的哥利亚 在加州的哥利亚 然后我们推出来一个候选人 是一个没什么 很单纯 很可爱 很有良心的一个 他就只想要为你的孩子 为加州工作的一个人 一个基督徒 所以请各位分享这个影片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 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藤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